为了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县体育会也规划一系列全民杯体育竞赛活动 而木球委员会所办理的赛事 日前也于竹山公园上大展开 木球是由国人所发明的一项运动 由于不过激烈且技术与趣味性十足 所以十分适合各年龄层的民众来参与 赛事当天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轻朋友 也都是踊跃来报名参与赛事 木球昂 中华民国台北人发明的是翁明辉 他发明现在世界都已经接受 可能没有离开了当时 会开始做一个树荫的项目 木球有分十二球岛 这十二球岛拍一年就是一身环 拍两年就是二身环 二身环拍后就结束 继续成续 每个球岛的长度都不一样 算了每一天 每一度上级就要四到十天而已 十天拍到一年 但是如果拍无人就四十天 一般的边境 如果比较多岛的水族的人都有时间 这个木球很运动的 还有手势 比较多岛有岛 比较多岛有兴趣 大家也比较轻松 这个老岛也很适合 此次办理全民杯体育木球竞赛 除了是要带动全民运动风气外 也是要来推广木球这项运动 先体育会 木球委员会主委 秋锤元指出 木球这项运动发展至今 各年凌晨民众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加 加上政府的支持 所以才有现金的规模 他也希望透过多场赛事的办理 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认识这项运动 并一同来参与感受打木球的乐趣 我每年一家既营 现在人类估的木球 第三是比较豪盛 就是水里也有 但是比较少 炒子也有比较少 所以我这家木球 第三是想要做一个花园地就对了 每年都有基盘 管温 全民运 还有全国运动会的木球 另外我们木球还有邀请帅很多 今天整个中级吃饭的 水里的第三超顿 以外相比较少 我比较大的水里超顿 在第三这比较少了 以外领了岁岁 不过就是这样 那人知道是台博都退休了很多 他就是说 这运动是最适合的 他要走路 他要打球 你不去挽球我不行 挽球就挽球也很贵了 挽球到五六百元 你挽球 如果扩大了 这些都 都现在训练是草屯工商 现在一堆这大堆 还在训练当中 现在木球很多大学生 也有大学的木球比赛 现在政府的培养 大学生到高中生 现在打的台博都是 社会人数 退休人数 这小学团 那小孩也很贵 是我的运动 如果考大学 你只要比赛 对外比赛 对外国比赛 就当中了 美术升学 木球这项运动 既休闲又具有运动效果 更能从中培养团队精神 增进彼此情感 可以说是一项对民众身心发展 都相当有帮助的运动 县医院有好肯定赛事规划的用心 也建议民众能够一同来参与木球运动 从中感受打木球对自身的帮助 使心情能够更加愉悦 在此也要多鼓励 长辈也可以说 尽量的来参与木球比赛的活动 因为这个木球比赛 一方面不仅可以让大家 运动 健康 同时 这个是讲究团队合作 要大家一起来打球 要人比较不老 要比较健康 大家也比较健康 要在这里 藉由打木球 也可以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那这个木球的比赛 它非常的灵活 它跟地面高的布球 还有许多相关的比赛是不一样的 所以木球它有它的团队性跟技术性 所以希望我们 大家的长辈 可以多多来学习 参与我们的木球活动 也借着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好朋友 交一些新朋友 跟老朋友一起来比赛 来主队来参加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在此次全民杯体育木球竞赛中 虽然大部分的参赛选手 都是以长者居多 但还是有多位年轻朋友报名参赛 由此可见 木球这项运动发展至今 也逐渐成为全民运动 而当中 一品俊小姐也表示 当初借出木球之后 就一直打到现在 看到今年来 这项运动发展进步 也有许多学子投入这项赛事 她也很开心 能有更多人一同来参与这项运动 而陈歇红献身则是表示 参与木球运动多年 也感受到木球运动的乐趣 是一项老少贤仪的运动 也希望政府及各界能够来大地推广 因为我从小大概从国小就开始接触木球 那因为它是台湾人发明的 所以就是因缘忌讳中 刚好妈妈经过比赛场地看到这个比赛 所以就是开始了这段 就是木球的认识这样子 其实它已经推展到全国赛 甚至到国际赛 对啊所以其实也是很多学生打 那因为它这个是比较偏向 相镇的活动 所以就是长辈的比较多这样子 所以它是从 其实它这个运动从小朋友到 营法术都还蛮适合的 就是以球会游啊可以教很多朋友 主要是它的运动伤害比较没那么多 也很久没有碰球杆了 对就是刚好借由这个比赛 然后出来活动活动 我接触木球是因为在学校当老师 然后就是刚好有同事也是打木球的 然后因为要带学生一起比赛 然后就跟着一起下去参与这样子 这样才开始接触木球的 木球其实最大好处是老少嫌疑 因为其实在打木球这个动作 其实它比较简单 那小朋友也可以 然后老人也比较适合这样子 对它不会很剧烈的 我们中部现在南投来讲 现在是比较少 因为可能第一个是在学生的部分 参与体育活动是比较少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推展还是要蛮多 政府机关的资源跟协助 那这方面其实也比较欠缺这样 当然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能够大力的推广这个活动 因为毕竟这个木球也是我们 台湾人发明的一个运动这样子 长者们来报名全民杯体育木球竞赛 很多长者都是自在参与不在得名 只是想从中感受到与同好们一同交流联谊的乐趣 像是罗紫棋先生就表示 最高龄者已有90多岁 大家不论成绩表现能够一同来参与比赛 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而刘美妙女士则指出 身体健康最重要 在比赛中能够尽情挥干 大步行走而流了许多汗水 这些都是对身体相当有帮助 所以让他感到相当的开心 现在都打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木球 这无分年龄老少 大家都男女老又都可以运动 怕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这是我们台湾人 这个是翁李市长他自己发明的木球 鼓励我们台湾人来这个运动 所有的运动 这些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发明的 现在很知道国际上都已经在上升 他们来打的生意都很好 大家都很好 现在这也有90几岁的人 要继续在运动在我打 我们的总管是他是会长 他召我进来加入这个木球会 这个木球我已经打十年了 十年了 打得身体健康真不错 用力打 走路很多 出来打比赛的时候 差不多走路都差不多一万步 很好 对脚脚 还是四肢都很有帮助 年纪大了 要运动这个真不错 怕了低长 现在打结束了 不怎么好 还要努力 还要加強一下 没关系 这个有出来打就好了 身体健康最好 而有许多长者在当初因缘忌讳下 体验木球这项运动 感受当中趣味性与运动性 因此也就深深喜爱上这项运动 在此次体育木球竞赛中 也展现他们练习成果 当中连先生就表示 要运动选择打木球就对了 尤其是如果能够一杆进动 更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而黄芳梅女士则是表示 打木球时与好友们互相加油打气增进情感 是让他最喜欢这项运动的一点 当然打木球还有许多好处 也希望能有更多朋友一同来体验木球这项运动 我们来这里运动 看人们在打 我打一打 他们当时我们企业叫我 不就要押打 我真的就要押打 然后打得又有选择 根本屋都运动很多 都运动 你走出篮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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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运动 帮助很大 如果要运动就要运动这个 你如果运动 别人是比较不运动 运动这个是比较好 我这一次为了自己的身体 还有希望交一些好朋友 所以我毅然截然 我就加入了我们木球协会 打木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 还有锻炼我们的筋骨 最大的是交到好多的朋友 打了将近八年了 大家在打的当中 都会互相的鼓励 阿球是圆的 他都生来生去 大家都一直看 嗡嗡叫 嗡嗡叫 有时候真的是 大家都很兴奋说 啊 进去了 进去了 就是最好的 目前我们木球协会 应该推广到世界各地了 我所知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国际比赛的一个项目 所以老师都大力的指导这些学生出来练我们的木球 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的木球 好 来推广我们的木球 好 到全世界 而看到这场全民杯体育木球竞赛参与盛况 先议员尤浩也感谢主办单位规划活动的用心 借此除了带起民众运动风气 也让民众感受木球这项运动的乐趣与魅力 随后有议员也邀请选手们 在赛后能够到访竹山市区 来感受地方风土人情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南投县体育会木球园会 在我们竹山公园这边 举办了全民杯的木球锦标赛 那我们可以看到南投县许多各个乡镇的好手 还起居一堂在我们竹山公园这边 去做这个运动比赛打木球 看他们打得非常欢乐 我们也知道在这里我们第三顶 推广这些木球大家是最用心的 包括我们第三老人会 让大家做产物也很多 也希望做到这个木球的比赛 可以让大家在我们地方健康的运动 因为木球比赛也是要当这个头盒 也是说不会太激烈 但是也很趣 也是要讲究团队的合作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南投县 第三顶推广这些木球比赛 是推广得非常不错 今天也在这里办全民杯的锦标赛 很多单位都来 也有很多我们国家团队的队伍 在这里打一天的比赛 很好 也希望大家在这里打出健康 打出好心思 也希望说大家各乡镇的好朋友来竹山 不仅来这边运动 中午晚上也可以品尝我们竹山的在地小吃 包括吃我们好吃的地鲜 要赢我们这里的好地 要吃饭 要一边来我们第三比赛 要一边来欣赏我们第三个好特产 要欣赏我们这里的好风景 要在这里做我们活动木球比赛 大家快乐健康圆满成功 议长和胜丰也肯定这场 全民杯体育木球竞赛 所带来的效益 并期许透过活动 能使民众更加了解 运动对于健康的帮助 进而投入运动 来强身健体 民意新闻卢一凯 专题采访报道